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时候你在书店或网路上看到一本书 书名看起来很无聊或者很熟悉 你就没有兴趣去看 可是后来你听到别人的推荐 或者是看到好评之后 才发现这本书其实很棒 原来只是被书名耽误了 今天的节目我会跟你分享 我从读过的还有写过的 三百篇读书心得里面 挑选出来的六本被书名耽误的好书 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六本被书名耽误的好书 书本的内容都非常的精彩跟实用 可是他们的书名可能会让你觉得 不够吸引人或者不适合自己 希望透过以下的介绍 让你可以对这些书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不要因为书名而放弃了一本好书 今天分享的顺序是依照被耽误的程度 来做排列 我会简单分享一下这些书的心得 值得一读的重点 还有我得到的启发 以及这本书适合推荐给怎样的读者 每一本书我都会把完整的说书连结 放在节目资讯栏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点进那一本书来收听 第一本被书名耽误的书 叫做用你的不平等优势来创业 耽误的程度我认为有两颗心 人生是非常不平等的 这一句话乍停之下会让我们有点气馁 可是这本书要分享的观念 会让你大大的改观 因为不平等反而是一件绝妙的好事情 这本书谈的是一个对我影响非常深远 值得重复回顾还有去应用的一个观念 那用你的不平等优势创业的两位作者呢 他们都不是富二代 他们直牙的起步故事 也不是说那种轰轰烈烈的 可是他们发现 而且善用了自己的不平等优势 后来都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在某一次小聚会的时候 谈到这个观念 一拍即合 因此呢就共同撰写了这本书 作者他们发现说成功的业界人士 还有创业家都很擅长去利用自己的不平等优势 在书里面呢 他们就针对每一种优势就详细的解说 并且引用很多实际的故事 还有案例来说明 你如果想要创立一番事业 或者你想要让自己在职场上面 发挥别人很难取代的价值的话 这些观念跟范例 绝对会帮你带来很多的启发 还有灵感 那这本书啊 他从中文的字面上来看 好像是一本写给创业家看的书啦 但是啊 加上这个中文物标题哦 没有资金 没有人脉 也能够创立会赚钱的微型公司 虽然描述的很贴近这个书里面的内容 可是会让很多人觉得说 自己可能不是创业的料哦 然后就打退团股 我的想法哦 反而是这样 无论你是否想要创业 这本书里面 蕴含的一些洞见和智慧 真的是每个人都值得一读 这本书或许会让你发现 原来啊 你自己的身上也有许多的优势 只是你自己还没有察觉到而已 其实啊 我们早就已经具备了成功所需要的一切优势了 那第二本跟你分享的这个被书名耽误的好书叫做 给予 我认为他被耽误的程度是三颗心 这本书名乍看之下 真的会看不太懂这本书要说什么 那么给予这本书谈的是职场上面有三种人 分别是给予者 索取者 还有互利者 那这三种人呢 他们在工作中的这个态度跟行为 会影响到他们的成就还有幸福 你可能会好奇 谁会爬到金字塔的最顶端呢 谁又会沦落到最底端呢 这本书的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很惊讶 给予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华顿商学院最年轻的终身特聘教授 叫做亚当·格兰特 他用了很多真实企业的案例还有科学证据 来说明只要懂得方法 乐于奉献的这些给予者 也能够有着非凡的成就 那我觉得这是一本所有职场人的必读之作 它颠覆了传统人际关系的厉害思维 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团队的风气 达造一个更友善健康的职场环境 那这本书的叙事非常的流畅 搭配丰富的企业案例 加上考证严谨的这些科学证据啊 成就了一本很好读又很扎实的作品 那总结来说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而是容得下所有人的成就 这本书呢也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哦 就是给予者 他们是可以爬上金字塔的顶端 却不会把其他人踩在脚底下 他们懂得将这个立足点可以拓宽 呵护自己的经历跟时间 然后贡献自己的善意还有专长 造福自己也造福身边所有的人 未来的世界是属于给予者的 那么第三本要跟大家分享的书 叫做顺流致富GPS 我认为被耽误的程度有四颗星 这本书啊 一开始我看到它的书名 觉得真的很俗气耶 就没有对它抱有什么太大的期待 可是我读下去才发现 这本书非常合我的胃口 还有很多的观念就是 一针见血的点出了我现在的盲点 也让我获得了很多值得思考的 问题的一个清单 那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一个连续创业家 叫做罗杰和米顿 那他也是这个创业家研究所的 这个创办人 他一直在培训 还有辅导全世界各地的创业家 协助他们取得更好的财富成就 他认为啊 每个人都有一条通往财富自由的最自然路径 那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样找到自己的那条路径 只要我们懂得善用自己的天才类型 而且呢 弄懂自己现在身处的财务阶段 就有机会用一种最顺流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天赋 还有专长 在这个财富阶段的道路上持续的前进 如果你对于目前啊 自己的财富位置还不太清楚的话 你想要知道怎么样突破前往下一个阶段 我相信啊 顺流致富GPS这本书会提供你很多实用的建议 还有指引 这是一本呢 我读完之后会想要再反复阅读的一本好书 也是一本被书迷耽误的好书 这本书会让我们了解 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一条通往财富自由的最自然路径 再来第四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 叫做快乐实现自主富有 这本的耽误程度 我觉得有四颗心意 这是一本我看到书名就会先略过的一本书 但是幸好有朋友推荐给我 让我读完之后获得了很多人生智慧的一本很奇妙的作品 简单来说啦 快乐实现自主富有 它简直就是一本人生智慧大权 它可以让我们学到致富 思考 自由 还有快乐 等很多层面的智慧 这本书的作者啊 是矽谷的传奇天使投资人 也是一个连续创业家 叫做纳瓦尔拉维肯 他出生在印度的单亲的移民家庭 从小呢 他就把图书馆当成是安亲班 凭借着他自己对于学习的热爱 他考进了名校就读 而且拥有这个电脑科学与经济的双学位 那这本书呢 就富含了纳瓦尔他的人生智慧 也包含了他如何创造财富 如何思考 如何做出选择 如何学会快乐 还有他秉持的一些人生哲学 我长期都有在追踪他在社群媒体上的发言 他对于创业 投资 人生 都有着很深刻的这个洞察 而且他看待世界的方式跟角度 跟普通人是非常不一样 我每次看他的文字啊 听他说的话 总会给我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这本书大力推荐给你 再来第五本被书名耽误的好书 叫做影响力习惯 我认为耽误程度有五颗星这么多 你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有些人在职场上 就是比别人更有影响力 他们不只是能够完成工作哦 他们还能够创造价值 赢得主管跟同事的信任还有尊严 他们就叫做影响力成员 他们知道如何打好职场这场排局 那影响力习惯呢 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世界五十大管理思想家 叫做利兹怀斯曼 他也是这个苹果啊 脸书啊 等知名企业的这个领导力的顾问 他用了很多真实的案例和数据 来显示说影响力成员的五种心态 还有十五种习惯 这些心态跟习惯都是从主管的视角 去分析还有归纳的 让我们直接的可以知道说 主管的心中到底在想什么 做哪些事情在他们心中会有影响力 那这本书是我在2022年啊 读过的职场相关的书籍里面 我认为是最精彩而且实用的一本 如果你只想要按部就班把事情做好的话 你不想要有任何的影响力 那这本书你可以直接跳过 没有关系 但是啊 如果你想要成为更有影响力的成员 往领导人的角色继续迈进的话 这本书就是必读之作 这本书也是我认为 我很希望说在我当时踏入职场的时候 有人可以教我的职场智慧 第六本被书名耽误的好书 叫做普通人的财富自由之道 我认为耽误的程度有五颗星这么多 光看书名你可能很难想象 这是一本谈个人创业的好书 特别是适合那些想要透过自媒体创业的人 普通人的财富自由之道 这本书的作者是 Podcast火力全开的创业家 的这个创始人还有主持人 他叫做约翰·里杜马斯 他在节目中啊 访谈了上千位成功的创业家 帮助听众淬炼出他们的成功 还有失败的经验 提供了很具体的创业技巧 还有执行策略 我认为啊 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些法则 它完完全全适用于 Podcaster Blogger YouTuber 还有任何想要透过创作内容 来打造获利模式的创作者 更有趣的是哦 只要你能掌握这本书背后的原则 利用内容行销的方法 你就可以创造一个成功率极高的创业方法 那这本书呢 会提供给你一个全方位的指引 很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书里面大部分的指引 我都亲自使用过 所以我自己知道 它们非常的有效 我自己观察这本翻译书名 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会调整到这个关键字 来符合我们台湾市场 读者的这个期待 吸引我们的眼光 那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叫做 普通人的财富自由之道 很明显的 就是为了要符合大家 对于财富自由的向往 相反的 我比较喜欢去解读英文书名 像是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叫做 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通往非凡成功的平凡之道 我们抓的关键字就是 平凡之道 学习这种平凡的方法 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也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只要你学会这种 很通用的平凡的法则 你就能够举一反三 无论你在哪一种内容创业 或者是内容的创作 都能够发挥成效 获得成功 这本书提供的方法 就是成功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会带你 创造自己的财富自由 那这个财富其实它包含了金钱 时间 还有心灵 好 所以以上的分享呢 就是我认为 被书名耽误的好书清单 如果有哪一本 引起了你的共鸣 欢迎你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 另外啊 也非常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心中被书名耽误的好书 是哪一本 我也希望从大家的留言当中 找到一些我原本没有注意到的书籍 让我们可以持续透过阅读 成为更好的自己 OK 那么节目到这边就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 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都可以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你知道怎样存钱比较好吗 你知道最理想的投资策略是什么吗 你可以继续收看 持续买进这本书书 我会分享四个书中的重点 帮我们突破投资理财的迷思 建立清晰的投资策略和心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